大家好,说起来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眼今天已经是2019年的11月1号了 还有不到两个月,2019年就要拜拜了 今天天气非常非常好 今天非常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天气 非常好 所以呢,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呢 就写了打油丝的书法 这个是我的怎么说呢 油杆,这个是油杆 一些怎么样说 因为我自己有学佛,有修行 有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我就再说一遍吧 我学佛修行 有心得到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写灵几次 还有呢,我就一辈子几十年也爱好书法 写了书法 最近创作的书法跟国画呢 都有神来之比 所以就有特别的感受 所以我就拍了这个与大家分享 为什么这样子呢 香港理工大学前校长 潘中光教授 曾获两次提名 参加那个诺贝尔化学奖的 还有香港大学副校长 他们两位也是 怎么说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吧 但是呢,他们两位都是全程的佛教徒 所以呢,有一些很多的知识分子呢 没有新其他的宗教的 他也只会写那些平安大吉啊 永保安康啊 什么什么的 在吉祥语 但是呢,他们就没有勇气 当然,这个是人过有志 这个首先我要说明的 与人饮水,能轮自知 就是说,我不过从我个人的管间来讲呢 我有学佛修行的管间来讲呢 他们就是没有这个勇气去参加学佛 修行,或者说他们的业障比较重吧 还没有得悟 所以呢,就很难说这个 我就今天天气好了 我就写了这个打游士 我的打游士就是祈福 祈就是奇怪的祈 福就是福气 因为我个人的有缘得到这个福分 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打游士 也拍了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 我说 我说 原来学佛 多祈福 因为我有供奉地藏经跟观音菩萨的 我说地藏观音 祝显灵 那两位菩萨已经显灵多次了 我已经有心拍的那个照片也上传了 也有缘人佛分享 实践 修行 不是 只是空谈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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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勇毅 123的意 群龙 秘坊 折门庭 为什么我有这样子说呢 我的情况就是说 除了观音菩萨地窗王显灵以为外 最近特别是双将前后 很多神龙一条的两条的 一大堆的早上傍晚中午都来 到访寒门这个天下奇观呢 我都拍了也上传了 一部分与大家分享 我正在写一本中国神龙 大权 专辑因为自从 元代2019年元旦 老天爷拍金龙突厌以后呢 今年到现在为止我拍了很多神龙的照片 所有整理一下就 完全可以出一本专辑的 全无古人 将来天文学家或者浙石家 佛教家什么文学家 可以当历史的文献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数码照相机拍的资料呢 都非常可靠的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元字又有神来之笔 这个就是那个顿点 这个元字 元来的元 元分的元 所以我的落款呢 我就特别提了这一部分 我说拜谢 拜谢元字 神来敦点 因为最近我写的很多的书法都有神来之笔 时间就是 是二千十九几亥诸年 利冬前 有感 风和日丽 苏心 周法大 所以这个就是我拍这个视频 与有人人分享的情况 我再念一遍我的打游诗吧 我的打游诗是说 题目是祈福 祈就是奇怪的祈 福就是福分的心福的福 原来学佛多祈福 地藏观音 书显灵 实践修行 全荣义 全荣密法 折门庭 这个折门庭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看 折门庭 我觉得非常过瘾 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很多的所谓的知识分子 现在的受了一些西方的教育 或者就接受现代的什么物理 数学 化学的新的知识 但是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是凡夫 卑微的不得了的 所以他们不学佛 这个他们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因为我有缘学佛 修行 就得到我个人的很多幸福的地方 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书法 也拍了这个视频 与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欣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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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